华为宣称杂下10亿美金 投入研发自驾电动车 今年4月早上车厂 宣传旗下自动驾驶系统 还有电动车布局 卫美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有意放行华为购买汽车晶片 尤其正值阿富汗事件当下 格外敏感 基本上汽车电子 然后不要涉及到自动车 自驾车 甚至于说所谓的车载自通讯 这一块的话 原则上其实基本不会涉及到 什么太多的国安问题 中美角力当中的话 可能取得了美国同意 让中国取得部分的进展 2019年开始 华为被列入实体管制清单 美国商务部重申 对华为政策立场并未松绑或修正 资深产业分析师柴幻星 观察拜登政府对中有三部政策 围堵中共在地缘政治优势 台海南海问题 还有高科技领域上围堵中共 研判关键领域 包括HPC 5G 不会轻易放手 我认为美国还是会要求 荷兰的Smore公司 不能将半导体设备输出给 输出给中国大陆 金源代工的部分的话 应该也还会加以持续管制 其次的话就是手机晶片 还有就是伺服器相关的东西 应该在这些部分 美国应该也不会轻易的让步 华为因为晶片耗尽 新款手机竟然只能运作4G功能 2021年上半年 华为营收3204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衰退29.4% 5年来首度营收萎缩 高层将资源转向汽车业务 试图以国企身份担任电动车标杆企业 找上比亚迪吉利广汽长城合作 但能否杀出重围还很难说 中国大陆要抢尽整体的一个 全球的汽车电子市场 其实有它的难度在 因为包含了欧盟日本 还有美国的车厂的话 原则上恐怕也不会跟 所谓的中国大陆这些系统厂商 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而且彼此的信任度 还有就是说在过去当中 也没任何的合作经验 可预见的五年当中 要取得相对应的良好成绩 还是有相当的困难 车用电子关键的IGBT 也就是绝缘炸双级电金铁 目前中国多达90% 仰赖海外进口 五年内华为预料依旧难以撼动 全球主要竞争对手地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美中贸易战框架下 中共当局试图达成半导铁 自给自足 专攻新能源汽车领域 走向值得产业界高度关注 新唐人亚的电视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